美国当地时间2月14日 正值美国浪漫的情人节之际 由实习科技主办的网络大电影 中国实习生在好莱坞的新闻发布会 在美国洛杉矶好莱坞隆重举行 我们实习网是因为是中国的首家 全球化的实习和创就业的平台 也是给学生一再式的解决 学生在职场的实习和教育的问题 所以我们也就根据给学生的提高和影视方面 还有教育方面的提高 我们也拍了相应的电影 所以这个实习生 中国实习生在好莱坞 这个电影是我们十一列的影片的第一部 我们有很多方面 作为媒体可以跟他们合作 我们也结成了一个战略合作联盟 那么今天也会有战略合作的签字仪式 他们也准备根据他们的会员和学生 这些活动拍成一个电视剧 推广他们的实习网 也推广他们的学生 引导他们的就业 在世界范围的舞台上 来给他们提供就业机会 我也希望我们媒体多多支持 关注这个事情 美国洛杉矶蒙特利公园市市长林达坚 实习科技领导团队负责人 美国汉天卫视董事长李继 实习科技合伙人 兼艺术策划总监王建春 好莱坞著名制片人 导演 中美投资界 时尚界 商界 影视界的知名人士 以及美国主流媒体 和当地的华文媒体记者 出席了新闻发布会 我们的社会是 一个创业开发生的 在中国 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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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门 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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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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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专专 专专 专专业 专专 专专业 专专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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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专专专业 专专专专业 专专专专专专 专专专专专业 专专专业 中国实习生在好莱坞 是实习科技 关于中国实习生 在海外实习的系列影片中的第一部 这个讲述的一个 就是一个中国的一个实习生 他呢通过呢 咱们那个实习网在中国呢 来找到了一个 在好莱坞的给一个比较大牌的一个producer 当一个实习生的一个故事 所以他这个也是属于不同的文化或者职场 还有一个爱情的故事 所以有各种的拍摄地点 主要以好莱坞为主要场景 还有实习生因为来自中国的一个 是很辽阔的一个大草原 所以他也有那一边的拍景和中国文化和中西方文化的各方面的介绍 或者说冲突 我觉得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关系 主要是我觉得通过学生通过娱乐来推进是最佳的一个选择 我觉得尤其是在我们新的政府 美国新的政府上任的时候 我觉得我们怎么能够通过学生和学生之间的交流 学生和企业之间的交流 学生和这个我们这个比如像我们洛杉矶著名的好莱坞之间的交流 来推动中美之间的关系 我觉得是再好不过的 该片讲述一个大学生 被国内知名网络求职平台实习网 推荐到好莱坞 而展开了一段梦幻又刺激的实习之旅 整个摄影团队呢 设置团队呢是有中美两边的团队 那有好莱坞的这边的导演 也有中国这些著名的导演 还有男女主角呢 也是从这个中国和美国两边的这个选择 比较符合角色的年轻人吧 也是很励志的一个影片 应该是我们这个片子是为中美大学生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 尤其是喜欢电影的 为他们的梦想 然后搭建了一个中美电影的一个平台 所以呢我们就希望能够做一些比较好的一些节目 比如说把学生的各方面的数字进行提高 比如说他们可以来到好莱坞 能够亲身的体会这个好莱坞的这种文化 好莱坞的这种操作模式 和好莱坞的一些运作的方式 当然这是一个这个片子是一个起始 那么我们以后也会把我们这个学生呢 给带到华尔街 带到这个美国的500强的企业 让他们亲自的体验体验到 什么样的人才才能够具有竞争力的 在未来的世界上才能够立足脚跟 然后才能够成为世界的这个比较有用的人才 我觉得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发布会上 实习科技与美国汉天卫视集团 进行了战略合作协议的签署 实习科技的实习网 是基于大数据应用的中国首家全球化的实习和创就业平台 为学生 学校 政府 政府和企业提供服务 也是中外文化交流的桥梁 全球新闻 美国洛杉矶报道